来 我看一下这题 题目说这个含列是等于8 求多少 把它改成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等于多少 来 这怎么算 因为题目说这个含列是等于8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含列是把它划清 看行不行 怎么划清 因为你观察一下 利用这A1 A2 A3行不行 把前面这些A1 A2 A3一个一个消掉 这样行不行 怎么消掉 把它为基准 把它乘上负1加过来 可不可以 这次要以它为基准 乘上负1加过来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那你观察一下 乘上负1加过来之后 来 这负的A1 负的A2 负的A3是刚好消掉的 所以消掉之后这边剩几 负2倍B1减掉3倍C1 负2倍B2减掉3倍C2 负2倍B3减掉3倍C3 这样行不行 好 这A1 A2 A3消掉剩几 负2倍C1 负2倍C2 负2倍C3 这样行不行 所以后面不动 A1 A2 A3不动 好 需要这边 需要这边可以把负2给提出来 行不行 好不好 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负2给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这边剩几 负2倍的B1减掉3倍C1 负2倍B2减掉3倍C2 负2倍B3减掉3倍C3 那这边呢 C1 C2 C3 A1 A2 A3 这样行不行 再续续 我利用这个C1 C2 C3 去把这边C给削掉 这样行不行 怎么削 一样 我把这个为基准 把它乘上3加过来行不行 乘上3加过来是 3倍C1 3倍C2 3倍C3 加过来是给我削掉的 所以说需要这边削几 负2不动 这样行不行 你观察一下 乘上3倍削掉之后 这边削几 负2倍B1 负2倍B2 负2倍B3 这样行不行 那这边削几 C1 C2 C3 A1 A2 A3 行不行 好 再把负2给提出来 变起负2乘负2四几 B1 B2 B3 C1 C2 C3 A1 A2 A3 好 需要这边之后 来 问题是跟题目一样吗 题目要这排是A1 这排是A 这排是A 这排是B 这排是C嘛 所以位置有一样吗 不一样那怎么办 麻烦你对调 我A是要掉到第一排去 所以说麻烦你把这两排对调 两排对调什么号 负号 变成负4 对调过来认几 A1 A2 A3 B1 B2 B3 中间这排自己 C1 C2 C3 写成这样子之后 跟题目讲一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所以说把这两排 再对调一次好不好 再对调一次 又差一个什么号 负号 负负得 正 变4倍多少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写出来了 所以观察一下 4乘他会等于8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老师就可以知道 今天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这函劣是算财产就是 C1 C2 像可不可以吧 麻烦一把看一下